2月20日晚张子轩微博晒出女儿与蒙城照片,配文大年初五这一天,照片中女儿与宠物互动十分可爱,当晚陈赫在微博晒出与母亲牵手照片,配文,牵妈妈的手,牵着你的手陪你到永久深情告白母亲,陈赫张子轩两人也互相点赞低调示爱对方,关于张子轩很多人都应该了解,之前她更是插足了陈赫与许静的婚姻, 被很多人骂成是小三,而张子轩为了避开这样的风头,也很少出现在娱乐圈,自从她为陈赫生下一个孩子之后就淡出了娱乐圈,专心地做着她的服装生意 2月6日是张子轩的生日,陈赫跑到张子轩的微博去留言,短短的一句生日快乐就有一万多支持 张子轩日前晒出一组照片,秉称出次门不容易,照片中张子轩戴着黑色棒球帽身穿格子外套,边走边低头玩手机 偏女儿和朋友一起聚餐,美食美酒陪伴,看上去非常开心 黄友看到微博后纷纷留言称,因为平时要在家照顾安安对吧,不要喝醉了哟,陈赫你带坏了老婆,也开始实验放毒了,美食博主夫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